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作为这样一个要跟上潮流的老品牌 那自然得搞搞事情了 这不就是去年年底 林芝集团众多品牌中的知性大方的大姐 就搞了一波事情 在广州的白云广场开了一家叫人脸智慧时尚店 它这个时尚店干什么呢 就是通过脸部的扫描来扎取脸部特征 然后通过这个来为顾客提供穿搭的搭配 现在人就很重视吗 穿搭 那我觉得这个也不算是一个新鲜事吧 通过人脸识别的穿搭 就是把一个你的头放在那 然后不停地给你换衣服是这样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 这是一个游戏 对 我觉得是很多APP都会有这种 让你换发型啊 或者是换衣服啊 让你来试一下妆啊 你这么一说我真觉得是 它其实就是一个通过人脸扫描的功能 来给你进行一个穿搭的定位 有点像咱们玩那个养成游戏 可以给你换衣服 只是说它现在把这个开在这个 对啊 这样子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 吸金的一个方式 其实啊 早在这个2015年 维尔摩达就开启了一个生活概念店 名字叫做Nordic by Nature 走的是一个北欧清新自然路线 这个颜值啊 可谓是非常的撩人了 在出镜游啊 逐渐成为了中产必备生活方式的一些日子里面 这个北欧风啊 其实也是逐渐成为了网红风格当中 最备受推崇的一种生活态度了 甚至啊 有很多家庭啊 这个装修都会按照北欧的风格进行 然而啊 现在维尔摩达有的可不仅仅是生活概念点了 人脸识别 易用在这个穿搭方面 真的是让人挺好奇的 特别是说你在逛街的时候 突然间在旁边看到了这么一个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虽然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技术 但是我也想自己来尝试一下 对对 没错 其实就是你很希望看到 我人脸识别一下 然后我搭出来各种的样子 在各种前面是个什么样的 所以不知道这个大家平时喜不喜欢 就是逛这种大型商场 也不知道就是有没有观察到 其实在逛大型商场的时候 我们很多地方都能看到Wiremodan的身影啊 而Only这个牌子呢 不是在它旁边 就是在它对面 是的是的是的 难道他们两个人真的是缘分吗 我觉得就是什么都有看到 就像是这个麦当劳旁边 一定会有个肯德基 一百米之内 是的 必然要出现 他们俩是一个捆绑经营 捆绑性是的 所以就过去我觉得我在 可能就是在逛店的时候呢 看完Wiremodan 你会不会跑去看一下Only 一定会的 会吧 我也会的 而且是说 比如说你看上了一件衣服 你不会马上买 你要先看一下另外一家店 有没有你中意的款式 你再来做这个决定 其实刚刚当时跟那个Wiremodan和Only 差不多类型的也有好几家 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艾格乙醇啊等等 是就是少女还是少女品牌的这些店 他们特别喜欢扎堆在一起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叫做 就是集中性的 没错 抓客户群 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这个受众群体 大概都是一些在十几二十岁之间的一些少女 这种感觉 确实啊 这个论资历的话 Wiremodan是Only的大姐 虽然说这个Wiremodan来中国的时间 可能会晚一点 但人家确实是大姐 1987年的Wiremodan是诞生于丹麦 是欧洲时装大佬 Bester Seller旗下的一员 那么这个Wiremodan一出生啊 便在丹麦是文文润润的度过了14年 直到是2001年的时候才来到中国的 而好姐妹呢 她这个Only是1995年才降临丹麦 刚刚出生不久啊 就不到一年时间就来到中国了 也是这个灵智旗下最早到中国的品牌 可以说是开拓疆土的这个首将啊 那么她这个定位和风格 像刚才咱们说到就是逛商场 她俩老在一块 对 但是她其实还是有细微的不同 是的 因为Wiremodan和Only 虽然一直给人很相似的感觉 但其实他们两个 这两姐妹的定位和风格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Wiremodan就是比较受白领群体的 喜爱 她的风格相对于Only来说 她要更成熟 没错 剪裁那可能就比较简洁利落啊 一点啊这样 款式呢比较适合职场 价格上也是更稍微高一些 是这个白领女性接受的范围 所以咱们去看那个 有的时候你去看Wiremodan的那个衣服啊 它就是可能像这个小西装 对 是的 衬衫啊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单品啊 什么的 但Only就会更活泼 会比较就是潮一点吧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 这两店的那个什么 主要是针对的是十几二十岁嘛 所以十几岁的这一块 可能是Only的受众比较多 Army的这一块的话 可能是Wiremodan 刚上班了 对了 可能是去逛Miremodan的比较多了 这个Only它是一个比较注重 这个展现年轻人一个独特风格 整体的这个风格来说的话 是比较偏休闲类的 比较这个活泼啊 大胆啊 街头感会比较强一些 设计的也比较具有这个个人色彩啊 所以也会更加受到这个学生群体的喜爱 那么相比较乙醇呢 还有Mates Banway啊 Only似乎是更能够跟这个潮流挂上边吧 我觉得 对 你原来要是说买潮流衣服的话 你还会去哪里 我觉得当时有过一些很火的品牌 阿依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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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潮流吗 对 现在是一个开玩笑一样的 说这个是阿依莲女孩 阿依莲女孩 其实是带有一丝丝嘲讽的意味的 它那个特别复杂 我觉得它这种设计 它有蕾丝 有花边 然后是有一层一层的这种叠加式的这种设计风格 所以这个特别难驾驭 但是当时你在少女的时候 你其实是喜欢这种 比如说蛋糕裙啊 这种蕾丝啊 花边 你是爱这种 就满足一个小公主的幻想 可能会有这种过程 但是现在你可能真的是无法再驾驭了 可能你就是看过了这家店也不可能 再跑进去去找衣服 再去试一下 满心欢喜的去试一下衣服 对 我曾经去过一个就是跟这个阿依莲挺像的店 叫淑女屋 淑女屋更加是我的噩梦一般的 就是我去拿十件衣服 然后十件衣服都不能穿 之后我就会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 还是这个衣服的问题 之后我就还是 出于自我安慰的心理认为 这是一步的问题 对 所以说这个Varimota和Only这两姐妹啊 她确实是带给咱们这个青春 很多这个 就是你遇到她一定会进取的这种回忆 也算是丰富了我们的青春时代 同时他们俩在电商领域做的也都很出色 2010年呢 他们集团的这个大师哥 就是男孩子经常逛那个杰克琼斯 啊 必然的 必然的 男同学经常买她 她在这个电商领域简直就是玛丽惊人 长足了甜头 于是灵智集团就觉得电商这块肥甜 一定不能外流 就让这个Varimota和Only也开始入驻电商 从此开启了线上之路 而这两姐妹确实是不负众望 一入驻电商的时候销量就很惊人 在2013年啊 他们的销量更是爆发式的增长 他们两个的这个业绩啊 双双包揽了电商领域的前两名 所以可以说呢 大家看来就是整个这个 这个大众的品位都还是很相似的 其实这两家姐妹店啊 她的一个王牌产品和品牌的一个定位啊 一样都是有所不同的 Only啊 她主要是靠着这个牛仔裤 杀出了一条血路 打开了一条阳光大道啊 有一种说法是说 她的这个牛仔裤啊 已经是成为了这个一个靓丽的风景线 一条牛仔裤可以是吸粉无数 据说啊 一条裤子可以是穿好多年 这也不用据说 因为是我是真的是有买过的 那什么感受 真的就是觉得 哇 好好啊 这种感觉 因为当年啊 是流行那个威蜡 就是牛仔裤有点威蜡 到下面有一点小蜡嘛 现在也会有点回来这个流行 其实其他的店也会做威蜡 但是呢 她的这个穿上 哎 我形容不出来 就特好看 就是真的很好看 然后会贴合你的 对了 板型好 然后她不断是会显得你修长 然后腿是比较直 腿型好 对 因为威蜡的时候 本来就是显得腿瘦一些嘛 对对对 她确实是比其他的店要好这么一点 你要知道 牛仔裤好这么一点 那是整个 好的很多了这个就是 这就是最差这么一点点火候 没错 所以相对于Only来说啊 Only的扛霸子 就是你说这牛仔裤了 那VariModa我自己体验过的 就是我买连衣裙 然后也是很能打 这个连衣裙 没错没错没错 可能没有Only的牛仔裤 影响力那么大吧 但是每一年夏季 VariModa的这个连衣裙 都是人气爆棚的 因为她连衣裙很简单 好喜 版型俐落 很百搭 就是你怎么着穿都可以 所以看上去也算是时髦吧 就符合很多种场合 所以说她这个连衣裙 你就是怎么买都不会错 我觉得这个比较不错 对啊 今天当我们再说到 这些品牌的时候 可以说是80后的一个集体回忆 现在他们之中很多是 已经是渐渐落寞了吧 偶尔在街角看到的时候 依然你可能会驻足停留 那么一会儿治一下青春 但依然希望这一些 带给一代人青春的品牌们 能够在任何一个时刻 都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故事 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 也先跟大家聊到这了 精彩节目还在 继续不要走开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